重拳断块 篮球开瓶盖 空中抓4A 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正是林爷走红的关键 这里是网红名人榜 本期榜榜给大家聊聊 靠花式挑战走红的无敌美女林爷 林爷 广东韶婚人 今年25岁 冷酷的外表 高挑的身材 看起来特别霸气 郁姐发十足 在做短视频之前曾做过行政 模特方面的工作 18年 他看到身边很多人都在玩抖音 于是也以记录生活为重 开始在抖音发布短视频 起初尝试过多种风格 复古文艺 帅气 机车 但都反响平平 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爷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式挑战视频 这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同年8月 林爷发布了一条功夫茶视频 身穿优雅旗袍 徒手抓住从背后抛来的茶饼 反身置入茶壶中 只擅接帽子 茶饼放入冰箱 火柴 蜡烛 茶杯 你来我往 从桌上到桌下惊险交锋 完成一道优质的功夫茶 该视频已经发布 收获了上百万点赞 成为了林爷的第一条爆款视频 粉丝也从几千迅速增长到一百万 此后 林爷加入了 帕皮酱的MCN机构 帕皮2B 开始以花式挑战为创作方向 陆续推出了举手之劳 双截棍踢平岸系列 后踢滑火柴 腰带灭蜡烛 高跟鞋开啤酒瓶 网秋开风油精盖 双截棍打苍蝇 鸡蛋还能保证完好无损 一个个令人惊叹的神奇挑战 让林爷快速在短视频平台走红 几乎就没有什么是林爷 在短视频里做不到的 今年2月份 林爷凭借着和一众明星 网红的挑战视频 一个月涨粉500万 就连国外友人 都对林爷发起了挑战 只见林爷轻轻松松的 就把矿泉水瓶子 投掷在一落叠起的麻将上 演员应小天 举着一根掰断的筷子 向林爷隔空发出挑战 林爷 你能甩段筷子吗 林爷毫无畏惧地应战了 恕我直言可以实现 视频中的林爷 用筷子挑起两瓶矿泉水 验证无误后 他举起一根筷子 冲拳出击 筷子随之立断 这个视频一出 在短时间内直冲榜一 也成为网友的关注焦点 和热议话题 但这一次的关注点 却不是他的神奇操作了 而是不断地质疑 很多网友怀疑林爷这番操作 只是用了剪辑手段 对于这些质疑 林爷选择另拍一段视频 慢慢放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网友认定林爷的视频造假 觉得就算是一个大老爷们 也不可能做到 更何况是一个身材鲜细的女人 其实关于造假的声音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早期林爷就因视频内容难度太大 导致其真实性备受争议 还有人爆料 林爷的御用剪辑师 就是抖音技术流大神黑脸威 因此很难看出剪辑痕迹 不过这个说法的真实镜 还有待考证 但即便有人质疑 也无法改变林爷大火的事实 反而使他越来越火 毕竟人们对于一个不是很了解的人 总是很容易产生浓厚兴趣 要绑帮来说 林爷的视频 是真是假 还是半真半假 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大家把林爷挑战各种任务 当成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就好 喜欢就关注 不喜欢就取关 非要讨论出个所以然来 也确实没必要 这里是网红明人吧 你能现实中完成这些动作吗